咖啡是现代人们不可或缺的日常饮料 无论你是基于提神,令情绪保持状态 或是一种时尚行为,又能产生多巴胺 使人有快乐感觉 很多人每天都不能缺少一杯或索杯咖啡 让我们探讨咖啡的数个问题 1.咖啡对健康的好坏处 2.咖啡会上瘾 3.不含或含低咖啡因的咖啡能提神吗 如何又可以享受咖啡带来的乐趣又不选健康 当谈到咖啡时,它确实成为了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无论是为了提神,为此情绪 还是将其视为一种时尚行为 咖啡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每天不可或缺的伴侣 咖啡之所以如此受欢迎 除了因为它能够提供清晰头脑和愉悦感觉之外 还有一些有趣的问题需要探讨 1.咖啡对健康的好坏处 咖啡的影响因个体而易 但一般来说,适量的咖啡涉入可以带来一些健康益处 咖啡因能够提高警觉性,增加注意力 并且含有抗氧化剂 有助于降低某些慢性疾病的风险 如拍甘心病和某些癌症 然而,过量的咖啡涉入可能导致焦雷,失眠和消化问题 此外,咖啡也可能影响鈣的吸收 因此再涉入时需谨慎 特别是对于有骨质疏松症风险的人 2.咖啡会上瘾 咖啡因是一种刺激物质 对于一些人来说 确实具有成忍性 经常涉入大量咖啡因 可能会导致身体逐渐对其产生内受性 这意味着需要涉入更多的咖啡因才能获得相同的效果 停止涉入咖啡因时 也可能会出现阶段症状 如头痛,疲劳和情绪不稳 因此,咖啡的涉入需要适度 并且个体差异很大 3.不含或含低咖啡因的咖啡能提神吗? 对于那些担心咖啡因涉入的人 不含或含低咖啡因的咖啡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些咖啡通常经过特殊处理 以去除或减少咖啡因含量 但仍然保留咖啡的风味和香气 虽然它们可能不会提供 与传统咖啡一样的强烈提神效果 但它们仍然可以提供清新的口感和愉悦的咖啡体验 如何享受咖啡带来的乐趣又不选健康 控制涉入量、适度涉入是关键 通常每天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 大约是4杯普通咖啡是安全的 时间掌握 避免在晚上涉入咖啡因 以免影响睡眠 多样化选择 尝试不同类型的咖啡 包括低咖啡因、无咖啡因和各种风味的咖啡 以丰富咖啡体验 喝水补充 咖啡可能导致脱水 因此在享受咖啡时要保持足够的水分涉入 关注身体粉应 了解自己对咖啡的粉应 如果出现负面粉应 及时减少涉入量 总之,咖啡是一种多功能的饮品 对于许多人来说 它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了解咖啡的好坏处 以及色度涉入的重要性 可以帮助你 在享受咖啡的乐趣同时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